金融市警察局利用就有的宿舍 整修作为少年辅导委员会 专属的办公厅社 由副市长邱佩玲 警察局长张树德 议长佟志伟 副议长杨秀玉等多位来宾 共同接牌启用 我们警察局 第一个先找一个很好的地方 那我们也全力在议会的支持下 我们筹入了很多的心力 包括我们各单位都会全力协助 我们深信青少年的时候国家栋梁 那就像刚刚局长所讲的 我们只要减少一个少年败 我们只要减少一个前年败 我们会让基隆变更好 过往被称为 愚犯少年偏差行为的少年 为了去标签化 现在改为曝险少年 秉持辅导先行工作原则 提前介入服务曝险 偏差行为少年 以减低少年触法机会 我们过去偏差行为叫做愚犯少年 现在改成这个 曝险少年 我想这是一个 尊重关怀少年的第一步 然后我们找了一个非常好的场域 然后也真正的尊重 可以关怀我们的少年朋友 让我们减少未来可能的治安事件 其实对我们基隆市民 安居乐业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非常感谢我们基隆市政府 及基隆市政府警察局 然后我们代表基隆市议会 再次的致上臣致的谢意 警察局就宿舍翻新 作为少府会新的办公地点 外墙特别邀请了专业的艺术老师彩绘 希望能够让少年们进出少府会时 心里少一点压力 少府会是在少年队里面 那因为这个新法修正以后 要让少年去标签化 所以要独立在警察机关以外 那我们基隆 我们有一些老旧的宿舍 我们找了很久 就发现这个地方非常好 右边都是美丽的红弹山 这边气温各方面也非常 所以选在这里 那在这里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这些少年在这里可以身心灵都很放松 那这个时候社工还有社会资源运入 希望他能够远离危险的环境 离开帮派离开毒品 离开这个各项的这个对少年 有害身心的这个环境 让他的家庭也好 他的父母也好 互动更加的亲子互动 那这样子他就远离这个曝险的这个情境 新的厅社 市民环山 环境幽静 办公室设有专门的会谈室和辅导室 透过新的办公厅社启用 让少府会人员有一个舒适环境 照顾这些曝险少年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谢谢大家